明明是講台語的布袋戲 卻變成國語發音 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但繼續看下去 卻發現還是很搭 全球首部3D動漫電影 奇人密碼 古羅布之謎 從劇本到拍攝 後製甚至是配樂 沒有國外團隊操刀 全部都是由台灣人一手包辦 那一些步伐 專業技術 跟創意跟人才 那就是 但是大家都是單兵獨鬥 對 比較缺乏就整合的概念 我們踏出第一步的 我覺得就是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好 粉絲搶先包場欣賞 西方英雄電影有鋼鐵人 超人 蝙蝠俠 但MIT裡的英雄卻是個機關牧人 阿希 跟我們平常看的布袋戲的劇集 有一些些不一樣 然後有更多的巧思 更多的創意在裡面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這個3D動漫 做的是還滿厲害的 不會輸給國際 歷時三年斥資3.5億元 結合傳統布袋戲 與現代視覺技術的電影 不只要搶攻農曆春節票房 更要代表台灣文創產業向世界發聲 記者鄭人宗 郭林倩 台北採訪報導